今晚有歐聯,當然要預測 講到預測,上星期出了那四隊 其實我都猜中了 今晚有這個就是里城主場對西維爾 而這個就是祖雲達斯會回主場 迎戰波圖 當然大家都會很關心里城和西維爾的賽事 不過其實祖雲達斯對波圖 都是大家需要留意的 雖然祖雲達斯已經是完整的 拿了兩個作下入球 其實都算是挺穩固的 就可以進急的 不過有一個小小的疑問在這裏 其實上一場波圖 全場都是打少了一個人的 安達斯說其實都是沒得出場 因為這個 紅牌就把他掉下來的 究竟這Wonder Kit是會怎樣的呢 其實這場波我們可以看看 但是問題就是祖雲達斯 回到主場 大家都會相信他們 只要和球就可以解決到波圖 而我們都會很明白 意大利球隊擺三中堅 在主場縮後一點 其實要和球真的不是那麼難 加上今年的祖雲達斯 就是有時候呢 都不會輸給強隊 但是很多時候都贏不到弱隊 尤其是在歐聯的情況 但是今年來說呢 我會覺得 祖雲達斯在這方面是有所改善的 他們不是那麼輕易輸給強隊 但是今年呢 是叫贏到下的弱隊的 包括呢 就是波圖這些級數的球隊 因為戴巴拿的出現呢 其實是 的確是幫到 這個是 祖雲達斯的進攻體系的 因為這個球員呢 當然呢 他能夠轉身 能夠在禁區頂那裏互傳 比直線 他自己的射門能力都是強的 唯一一樣東西呢 就是戴巴拿不是支點球員 真的不是支點球員 你叫他的腐風可以 進攻中場都可以 在邊路 好像有點曬 在邊路好像有點曬 他的確是一個挺正宗的球員來的 挺正宗的AMC的球員來的 所以呢其實 祖雲達斯是應該可以晉級的了 賽前我也是猜祖雲達斯晉級的 好了那就是講到 就是李承對西維爾的賽事了 這場球呢 當然大家都覺得是比較難去預測的 我嘗試跟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呢我們要知道了 李斯特成 他們需要的任務是什麼呢 他們需要的任務就是要贏1比0 或者是以上啦 2比0都叫可以的 但是1比0當然就是他們的 任務之一啦 或者是最終任務啦 好了 既然李斯特成是要 入一球就行了 那就是說 有兩個取態的喔 有兩個取態的喔 其中一個取態呢 就是全場控住那個球 全場控住那個球 那就不要被西維爾拿到球 或者減少了西維爾的 做球的時間 OK 嘗試就是這樣 去凌封西維爾的入球 但是這樣的做法當然大家都會明白 理性 並非有這種能力 是保持全場 大部分時間看球作的啦 所以我相信第二個取態呢 是會來自得比較自然的 就是李斯特成相信就是會主手啦 這場賽事是 首先是主手 希望呢就是凌封西維爾 不要被西維爾拿到入球去抵消他們想回合華迪的作客入球嘛 好了所以就是說 不要被西維爾拿到這個阿威高呢 是一個 很大的關鍵來的 除了他們要拿入球之外 那所以呢 這場賽事來講 李斯特成呢都要是 頗小心的 又要不可以失球 但是他們又要入球 好了 如果主手上 既然我們已經斷定了 李斯特成是一定會主手 那究竟 他們的反擊 又能不能夠入球呢 如果你問我呢 我會覺得 作為西維爾的後防來講呢 李斯特成是有機會在主場踢到一些反擊 入到西維爾的 好了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已經確立了一件事了 就是李斯特成是有能力在主場 在這個王拳球場入到 他的對手 西維爾 一球 左右啦 或者是 比進你兩球 不會多的 其實我覺得李斯特成是入到一球 左右啦 好了 那就是說其實所有的控制權 或者所有的主動權都在西維爾 西維爾是會拿到那個球來用的 李斯特成是會給那個球給西維爾用的 OK 李斯特成給西維爾的球用的話 西維爾究竟可不可以在里城 這個王拳球場入到 是 一球球呢 其實西維爾只要入到一球球呢 基本上其實他們已經很大機會進級 那麼西維爾 在王拳球場能不能夠拿到這個 阿威高去抵消華迪那球球呢 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西維爾的主攻力啦 OK 西維爾的主攻力呢 其實他們在主場的情況下是挺不錯的 那你見到呢 就是上一場球其實對著里城呢 其實都不止是2比1的 一些很老套的說法啦 就是不止2比1 但問題就是他真的呢 是有六頁球員是不斷插入 而他們也都在支亭插上找到一個很好的球員 就是停波的那華斯 那麼這個球員我經常都說啦 如果法國國家隊找回他呢 就是有一個希望的 好啦那那那華斯的翻生呢 是幫到這個西維爾啦 那西維爾是具體地呢 可以在禁區頂那裡停波的 那即使呢 他們沒有很出名的支點球員 但是其實 其實西班牙球隊一向都是這樣 他們球隊的球員的意識呢 是好的 他們的球場上面的決定能力是強的 他們是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做什麼的 那所以呢 就算支點不是很清晰的情況下呢 他們都會在透過互傳呢 是可以滲到禁區頂 再繼而呢 讓那些六頁球員呢 是插入的 那就是西維爾我覺得呢 他們都是會有能力呢 去撕破到李承的密集防守的 啊 所以我覺得呢 李承他一來又要顧著防守 一來又要希望反擊入到球 啊 那 在這個情況下呢 李承是會踢得比較是綁手綁的一些 而西維爾呢 他就很清楚了 其實他只要是 盡量取得入球呢 那就是可以 所以其實呢 我想西維爾呢是會將個比賽呢是 劇得比較呢是快的 有得你李承呢 有些反擊的機會不要緊要 我又打那些反擊出去 你李承的反擊不行 我又打出去 即是其實呢 如果西維爾呢是想通些 或者他們進取些的話呢 他就會拖到李承呢 是進入對公的局面 讓李承呢進入了對公的陷阱裏面的話呢 西維爾就很有機會呢可以用一個大手交易呢去淘汰李斯特成的 那而 我覺得 啊 我覺得呢 李斯特成和西維爾 在球員的年紀上面都沒有什麼分野 球員的年紀上面沒有什麼分野的情況下呢 西維爾呢 他們不會因為領先著呢 而覺得保守 因為他們是有體能繼續跟你搏足90分鐘的 那所以呢 不會出現一些歐聯的特色 就是進攻 不好意思 就是在領先那一隊 因為 體力不是很足夠 或者球員的年紀呢 開始大 而有保守的情況出現 就保守到去到最後一分鐘才來死 我覺得西維爾不會有這個老問題 我認為西維爾呢 都是有他們的個別球員的能力呢 是一來又撕破到你李承 那你李承反擊他入到球都不要緊 西維爾其實 和你來過是 輸三比二也好 啊啊啊啊 就是輸四比三也好 都是西維爾和盡級 所以西維爾是好開放的 可以踢一些對公足球而已 所以其實呢 西維爾怎樣踢的選擇性都比較多 而李承伯 利成呢 相反來說是挺綁手綁腳的 所以轉頭 我覺得西維爾這場球 和尤德 多入球那樣輸 margin位是一球來說 他都可以盡級 所以這場賽事我是會貼西維爾是解決到 近期都叫狀態回來的里成 但里成其實球員的級數當然是不夠西維爾高 好 那就一樣呢 看看今晚的是歐聯 但今晚的歐聯 我相信是不會直播了 不會直播 因為我已經很累了 講完這條片之後 其實我真的要休息一下 明天我看重播 中午左右就做蔡侯平啦